主席 陳主委 還有張部長 還有 煙酒公司的徐董事長 一位各列席官員 我們本會的同仁 是不是請那個金管會的陳主委 陳主委 陳主委 我想因為最近我們都知道 媒體一直在報導 這個估重量打算 入股一傳媒 那金管會 當然祭出說產經分離 要求中國信託 慈善基金會的董事長 這個估重量 不得主導台灣一傳媒 那當然 這個媒體報導也說 這個整個金融市場議論混混 認為金控業 認為始終已淪為 金管會 的自由心證 那要是說 像他要是去買什麼大愛台 甚至於去買人間福報 大概就不會遭受到凋然 那像這種問題 站在金管會的立場 你們是不是要 有什麼看法 是不是要說清楚 講明白 來 這跟林委員報告 因為我想這次媒體報導 這位 這個孤先生 那當然他們父子 基本上面是這個 中信集團 他的那個控制股東 那其實他們的那個 中信金控的董事會 也是由他們所控制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當然金控法呢 其實他有很明白的規定 他就是要求的這個 產金分離 那他的目的當然就是 避免了這個造成的 經濟力量的過度集中 也造成了這個就是 金融機構的經營者 藉由這個 所擁有的這些 這個金融資產呢 無限擴充他的這種 對這個整個 經濟社會的影響力 那這種情況下 我們當然就必須這個 經守這樣子的一個 法制的規定 我們就對這個事情的話呢 必須這個 有一個處理 那所以 也由我們銀行局長 邀請 這個就是 媒體上所提到的 這位顧先生 然後呢 這個跟他表明我們的立場 那我們立場當然就是 媒體已經報告很清楚了 其實齁 那個主委啊 先前齁 也有這種例子就是 當然 金管會有金管會的 一個做法 那你像先前有 這個聯邦銀行 他其實也有辦自由時報 像這些也都是 參雜在裡面 甚至於 目前啊 我想這個整個 萬旺集團 這個也是 直接 可能有這一次 對一傳媒啊 他也要入股 齁 那包括 台塑 甚至於 中信集團等等 齁 這個都納在裡面 那其實 像這種狀況齁 呃 這個 站在金管會的看法 你有什麼想法 是 因為 最主要的問題是 像剛剛提到的齁 這個 確實也有這個 這個 銀行 的經營者呢 另外確實也有 這個 他的媒體在了齁 那我們也必須 了解就是說 這其實是 過去啊 這個相當久以前 所存在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有沒有一個 一個等於是 這個一個 時間點 因為像這種狀況的話 其實 他也是 金融業 也是經營媒體 那 像這種狀況齁 呃 這個 你那個 站在金管會的立場啊 會不會讓人家說 好像有點後皮脖子啊 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 會不會照這種狀況 這個倒也沒有什麼 後皮脖子的問題 因為這件事情齁 現在您剛剛所提到的這個問題 是現在要發生的事情 現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做一個監理機構 我們當然有義務啊 提出我們對這個 整個事情的立場 跟要求 就是針對未來市 那 對 那至於說 過去存在的這些事情呢 是不是要去做幾處理呢 這其實是要通盤才去考慮 要考量齁 要去通盤考量 那另外的話 您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也另外有一個 這個 這一次也就是說 媒體報導了另外一位 這個 蔡先生的問題 是 那我們的了解的話 其實呢 他目前為止啊 他其實還不是金融機構的 控制性的大股東 對啦 其實他也經營很多媒體啊 我們都知道嘛 那這個部分 我們 因為金管會的立場啊 我們是管的是金控 對對對 這一點我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了解 是 欸 那個主委啊 我想 近期啊 這個保險 保險業啊 也積極參與不動產的這個投票 那 當然金管會 有一個新六條啊 嚴控 這個 授險業 買樓 甚至於要求啊 原來他投資報酬率只有 2.175啊 現在提高三碼 變成2.875 買樹地啊 十年 也不能賣 買大樓 五年也不能轉售 那 金管會是不是 延續中央銀行的政策 就是打黃 所以說 才祭出這樣的一個做法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所謂的打黃啦 因為最主要呢 金融機構 他收售的是這個公眾的資金啦 保險公司收售的是保險人的資金 被保險人的資金 那這些資金呢 運用的妥當性呢 穩健性呢 其實都會涉及到日後的這個賠償的能力 是 那我們這個基於這個監理的職責所在呢 我們當然對他的投資的標的 我們必須呢 這個加以審慎的管理 那以現在這個 保險業投資不動產的狀況呢 其實呢 可以說是呢 現在這不動產的這些投標者 幾乎都是保險業自己在互相競標了 另外的話 其實價格一直在創新高 那我們其實很擔心說 這些 價格它不斷的創新高 如果泡沫的話也有 其實影響到整個財務的安定 另外一方面 其實這也呈現出來就是 我們現在是有一些機制在 顯然這些機制 可能需要再進一步檢討 是不是切合實際 那另一方面 我們也擔心說 也許他們並沒有落實這些機制的管理的原則 所以我們要進行這個 對他們整個作業的情形的了解 所以我們是目前是提出來一些比較 這個 可以說是 希望說能夠比較切合他資金成本 這樣一個理念的規定 不過這個部分是還在公會去討論 那有一些說十年樹地的這些問題的話呢 這當然都還要跟他們繼續討論 那個主委啊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保險業 他吸收很多這些保險人的資金 有一部分是可以去做轉投資 那你要是說今天 這些你又把它設限不能去轉投資 因為你有 其他的這些 投資標的 當然是最好 但是沒有投資標的的時候 這些授險業 他絕對會 這個以房地產作為優先啊 那因為在某一個比例裡面 他是可以去投資 那我們這裡又規範那麼多 會不會造成說 這個授險業啊 未來他們吸收來的資金等於是放在 像現在銀行規範銀行一樣 現在很多公有銀行啊 他們是吸收很多存款 都放不出去 因為中央銀行很多的設限啊 結果造成 他們 羈押資金很多 那當然你 人家來存你要給利息啊 那你這個 放又放不出去 你等於是有一個規範一個設限 造成說 銀行啊 這個等於是越來 他的利潤越少 甚至於有的要達到 這個虧損的這些目標 你像這種狀況 會不會造成在 授險業也一樣 跟林瑋報 其實應該這個顧慮不大啦 我們其實只是希望說 他們在購買的時候 以一個比較合理的價錢購買 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到 現在幾乎都是保險業自己在投標 互相在競爭 那其他的這些參與者 其實他們就看到保險業用這麼高的價錢來買的時候 那當然對於這個賣荒當然是有利 但是呢 這個以這麼高的價錢買回來 是不是真的能夠達到這個資金的投暴率 這真的是要去審視啊 所以我們只是希望說 大家能夠以更合理的價錢去購買 這確實能夠達到他資金的報酬率 我們倒沒有說要禁止他們去買 主委啊 我再請教你 我想今天部長也在這邊 那 這個請你們 這個請張部長 說明這個金融護稅 這個專案小組啊 推動到現在 到底有沒有什麼成效啊 是 我們是一共呢 有七項議題啦 那這七項議題呢 在這個金控的稅制方面的話呢 我們跟財政部其實 早就已經這個達成共識 另外的話 這個關於證券業界建議的 就是 我們所謂的這個權證避險交易 這個部分的證券交易稅 這個部分它能不能降低呢 這部分我們跟財政部也達成了 對啊 財政部部長您 您的看法呢 是 一樣 我們剛剛陳主委 你有沒有達成共識嘛 有有有有 那有哪幾項達成共識 另外還有一個是 就是那個證券商 在辦理境外的證券業務 這個部分也有達成共識 那報紙有提到說 這一個 關於這個落入條款的問題呢 那這個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我跟部長呢 其實也都仔細在這個討論之中 也沒有所謂的報紙說我們兩個單位不同調的問題 對啊 你不要藍原北側啊 結果 這個沒有達成一個共識 那這個怎麼會有效果 是是是 那個 那部長你請回 那個主委啊 我想營證案後 盡管會透過工會要求 徹查這些 基金的經理人 以及他的背後 還有 他這個未成年的子女等等這些帳戶 到底有沒有違規的事情 那 這個盡管會清查的結果 到底有沒有異常 我們這個仔細清查齁 那其實所有的投信公司都回來了 38家 那 了解的結果是這樣子 就是 確實是有一些這個 異常的情形 有一些異常情形 一共有四家投信公司的四位經理人 有異常的情形 有異常情形 但是這異常的情形齁 是不是說 這個 如外界所擔心的說 是非常嚴重的違規呢 這是要進一步去了解啦 有很可能他可能是 作業上面的這種 疏失或什麼 所以我們已經發函請他們來說明 因為我們 這個 第一點就是 除了這些以外 會不會有的用人頭 甚至於說 這個 查到謝金良的第二 謝金良的第三 像這些問題 我認為站在經管會立場 要徹底的 去把它查清楚 給社會 給大家一個交代 是 因為現階段的話 是投信公司他們自己查的 那我們會再複查 我們會再把它徹底了解 最後一個問題 那個 主席再給我一分鐘 主委啊 我想今晚會對於政府 現在基金打算 到底是停止委外操作的做法 是傾向 是不是傾向定案 這個 停止委外操作 是不是傾向 這個定案 或者是 如果定案 那未來要用什麼方法來 操作整個政府的一個基金 我們是 不贊成說 因為這個事件 一個 單一的事件 就把整個委外作業全部停掉了 因為事實上 這個 在國際上面 其實各國也都是要仰仗 這個資產管理業者的專業能力 那另外 其實呢 我也必須幫這些資產管理業者說一句話 其實現在大家看到了就是說 委外的操作績效不是那麼理想 但是在國外的這個部分 委外操作績效是不錯的 那國內為什麼委外績效不好呢 其實很重要的原因是 現在我們的委外的部分 幾乎都要求是 所謂的絕對報酬 那絕對報酬呢 那這個基金經理人 他為了這個擔心 造成他這個既有的這種獲利 這個虧死 所以他就要 這個很快呢 就要這個獲利了結 但是呢 一跌的時候他要趕快這個停損 那這一來一往呢 再加上說 有的時候他這個股票 他又沒辦法來得及追上去的時候 那他的報酬率是不會好的 而另外一可能產生的這個 比較高的頻率的交易 所以這整個部分 我們現在是希望能夠透過 在我們行政院跟考試院 兩位副院長所主持的 這個就是效能提升小組這邊的話 我們希望也能夠來討論一下 好 這個部分我認為 站在今晚會立場要有效力 要趕快做 那這個 該查的 謝金良第二第三的 全部都揪出來 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你認為應不應該 是當然當然 好 謝謝 謝謝 接著請